三十四,信報財經新聞,未流市復甦催全面創貨概念純可留意 2015年7月27日投資者入記B02投資者入記不老臨7月26日 週日,中央重手救市三週,互心股市從低位累計反彈二乘半A 股進入鞋貨區後,市貨雅面反覆,有膽在別人恐慌是貪婪的股民 不會等到上徵四千五百點才收割 阿爺記帶了開口牌,托使能否託出萬牛奶將來的事 國策歸國策,報導連回也不准人食 A股後市偏向增持,美股更有點山與肉來之感 Guru公佈季後股價一飛衝天 市場對緊接伏版Z表的科技巨企滿懷憧憬 喜了事與願為,蘋果、微軟IBM全軍盡默 股價在業績不如預期下走藥 本部市評更一多番提及納紙紅貝池 看來市場再次走在事件之先 不是所有紅貝池皆能準確如是大跌市 但更一情況顯示,這個現象對華爾街正在發生作用 內地和外為陷藏殺機,港管難現安運 舉著不定何況舉其商品市場滿目倉儀 今架上週二極速插穿千一後嘗試從上該水平 為腳步浮浮起不穩 古有老徐有感而發 同個市鬥氣等於跟自己過不去 順勢做淡方有運行 可視,黃金白銀 軟硬商品以至老紐加一類資源貨幣 這陣子跌到無朋友,帶茶飯再難任吃 現水平出手,直撥率並不吸引 抄底多謝甲姓惟 但要不要跟巴鼻精控 H.一塊鹽酥雞光放到嘴邊 老徐著了兩口便放回碟上 神不守寫若有所思 老不敷了古有兩聲 老徐子管雲猶太虛 聽而不聞,舉著尚且不定 何況舉起,股市看不通 黃金貨幣商品有黃 F.兩難 效法本部新蘭木金融外星人 樓主中環奴 L.王長短兼C.玩Longshort 一職並非人人有此身手 二職Petrate合適對象可寓而不可求 如此說來,投資者起非只能以不變應萬變 小做小錯,那也不一定 前輩有言,買股不買事 雖則講語做乃兩回事 唯有心就有路 未嘗不值得一試 古自然要簡 但按步就班 正路士板快先行 北美老友最近高數在下 花旗樓市有升溫跡象 連大建築活動亦明顯熱起來 聽吧!老不垂直想起一個人 不非得,在許多人眼中 古神具先見之名 能人所不能 金融海嘯壓住高盛 連本大利大獲全盛 葉岩革命起動前收購百零頓 壟斷遊戲產區鐵路運輸 再再彰顯其人無保不落 然而,神也是人 不非得的許多投資決定 背後邏輯並非只有他方能想到 各下與股神的分別,只在膽識 兵方馬亂人棄我取 耐性 再強而有力的趨勢也須時間醞釀 發酵 以及對明天會更好的信念 經濟股市長遠必勝 股神那珠美樓市多得北美老友提示 老不肇然省起 巴郡在半打以上與珠坊相關的公司持有重大股權 當中不少在金融海嘯後馬入 不非得欲當不上美國樓市大好有的稱號 誰配他從著於這個板塊 非因有什麼真知卓見 古神觀察到的 各校或許早已心中有數 美國樓市見頂前 發展商老發熱 新造房屋數量遠超新家庭組建速度 樓市炒風衰次 為供求失憑疫發嚴重 加上信貸泛濫銀行危機四伏 終於在2008年爆發一場 源於樓市泡沫的金融災難 海嘯降臨後 美國見房業部入冰河時期 新供應雖幾近停頓 但富全積壓如山 消化過程以年計 另一邊商 在經濟衰退失業急升那段黑暗日子 許多新婚夫婦不得不向現實低頭 暫時跟父母同住 然而 婆色不目 愛婦女婿貼臭門神一類相處問題 放諸四海殊圖同歸 至於生兒育女公書教學等長遠規劃 更加想也不敢想 然而 不非得深信 只要美國經濟露出曙光 就業恢復增長 新家庭組建勢必從十星軌 先前被壓抑下來的事業需求得到解放 新屋棟公焉有不在道蓬勃起來之理 老徐是肥肉當前舉住南下 古神卻是朝 V下著舉手不回 趁股價低迷大檢平貨 剛性需求顯威劣海嘯後 美國新屋棟公年率一度不足六十萬 連人口增長也追不上 不非得揚然 這種情況不可能持久 新屋棟公早晚回復每年百萬以上 古神預言每多成真 這次亦不例外 商務部近日公布 美國六月份新屋棟公以年率計達一百一十七萬間 較2014年同期競升百分之二十六 建築許可按年升幅間達百分之三十 以年率計達一百三十四萬間 兩個數字皆為八年來最高 而美國新屋銷售首五個月 也錄得百分之二十四的開年增長 可見房屋需求和建築活動正處於 相互帶動的良性循環 追蹤一男子美國住宅發展商的交易所買賣基金 S.P.D.R.S. & D.A.M.P. H.E.H.B. 過去一年上升二成 據代表性的成分股如漂亮 股價同期更長於三成 投資最高境界自然是低買高買 但真的那麼容易 起非通界股神 這類股份還有沒有上升空間 單以供求而論 答案是正面的 美國新屋供應只夠滿足4.5個月需求 以目前的就業增長勢頭和新家庭組建速度 論者估計 新屋動工要增速4-5成 方能平衡供稅 以不非得的思維評估美國樓市復甦 最大支持來自首次置業引發的剛性需求 跟十年八年前的泡沫不一樣 當然 衡量房屋供應不能單看一手市場 二手情況也許更重要 從最新數字判斷 二手戰線易節報頻傳 現存房屋轉售上月同樣創出八年新高 以年率計達549萬間 惡年增近一成 統計顯示 美國新屋動工 堅屋許可以至一二手銷情同步走潮 樓市復甦確已趨於全面 者根治業人士趕在聯儲局加息前買樓也許有關 但若非早有做業主之意 何須考慮利率 再次按大行期度的那些年 發展商打錯算盤自食其果 可是 計錯數不同死錯人 對後市亡無頭緒 業界喜會大興土木 樓市復甦最直接的得益者自然是發展商 但新屋入伙要裝修 樓市暢旺而未加斯地板地尖手動電鑽一類家居用品需求上升 為及身處房屋相關產業鏈不同位置的企業 香港上市的創科實業00669主要從事製造及經銷電動工具 地板護理和電子產品 美國市場佔銷售高達七成 當中一半來自加德堡 Home Depot 乃少數能直接且顯著受惠於花旗樓市復甦的本港上市公司 年初以來 創科股價於24至28元區間上落 本港投資者對美國的情況看來還不怎麼賞心 加德堡影子股透過紐交所掛牌的EWH投資港股 老筆雪市格山能買本地牛 壓住美國樓市概念 何妨反其道而行立足本地 加德堡將於8月18日公布截至7月底財政計到業績 市場預期每股營利Apps 1.7美元 較去年同貴的1.52美元增長11.8% 該公司過去四季業績區性預期 創科被視作加德堡影子股 這個花旗大客的一榮一選 跟創科皆息息相關 這是投資者必須注意的 不老林號投資者入記號投資者入記 美樓市復甦催全面創科概念純可留意 資產者入記號投資者入記號 道信要裝主席